阿水发博叫停 别骂了 从全明星刘青松被骂事件看LPL大环境 在欢乐的LPL首届全明星赛结束后 关于WE和IG的讨论可以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天和刘青松却因为全明星娱乐赛中死的次数较多 而被骂上了热搜 阿水甚至亲自发微博叫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由于登台的几乎都是总决赛参赛战队 所以选手们大多都经过了一年的艰苦训练 对于全明星这种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对抗赛 想要随便玩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转会基本就是选手们难得的休息时间 再花费心思备战全明星未免全年超负荷训练 其次LPL舆论较为严肃 媒体报道也偏向激化矛盾 所以真的来一场高队抗性的比赛 必然会有选手因为发挥不佳而被骂 严重者甚至会诞生很多黑梗 参考曾经在全明星上留下黑梗的P弟弟 场长 幼子等 希望LPL全明星赛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 不然今后恐怕都没有选手敢去参加全明星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